一棟大樓在1986是世界博覽會 溫哥華也辦過博覽會 當時是空地的 所以後來 左邊這樣出去 蓋完以後 博覽會結束以後賣給香港一個富商 這個大家都認識 李嘉誠 李先生沒事就兩個兒子在這邊念書 剛好主持一下這個所謂造證計畫 左邊呢 我兒子我就買積木給他了 人家是完真的 42棟大樓 是他的planning